朝鮮半島的情勢已经升温到几乎是最高点了 会不会开战呢 我们就在邻近 我们也很担心核武的威胁 今天我们编辑台时间就来分析 邀请到现场的社联合报副总编辑 UJN TV国籍中心主任郭重伦 副总好 云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北韩真的 他以前形象就是这样 动不动就讲说要开战 动不动就威胁国际社会 我们以前印象中就是这样 很好战 扬言要攻击 然后最近还有一些影片 说什么要让人家陷入火海 血海 听起来都觉得好像很可怕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国际社会都把他们当作就是在唬人 可是这一次怎么会唬人唬一唬 唬到起唬南下 感觉情势是真的紧张起来了 搞得好像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开战的样子 那个态势都出来了 而且最主要是美国方面也很慎重其事 我们刚才新闻里面看到 就在关岛也部署了这个飞弹防御 为什么整个情势会演变到这样 我觉得可能双方原来都没有意思 想要真的进入这个武力冲突 但是因为话都越讲越高 而且彼此有这种循环互相 恶心循环升高的一个态势 你说什么 我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压过你 我们现在都很注意的 其实就是前一时候 有北韩一个工业区 开城工业区 开城工业区到礼拜一的时候 还是仍然开放的 开城每一年会给北韩赚入1亿美金 如果没有必要 它不会关起来 可是礼拜二它关了 原来仍然开放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这个情况应该还好 不会有那样子的危险 事实上北韩的旅游局的负责人 也在大陆说 北韩不会有战争 欢迎大家来北韩旅游 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了 我觉得情况又有升高的迹象 真的不一样 对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大家特别担心的就是说 因为越来越升高 往往一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 那这个是跟以前最不一样的